日本驻美国大使佐佐江贤一郎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2014亚太展望》研讨会上说 亚洲国家对美国仍然有很高的期待 美国致力于亚洲的决心以及在亚洲的角色 特别是美国将如何推动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我们仍然有很高的期待 这也是亚太地区很多国家所欢迎的 佐佐江贤一郎是在被问到对奥巴马总统今年4月访问亚洲有何期待时 这样表示的 他说奥巴马总统应该赋予亚太再平衡战略更多的实质 让亚洲国家更了解亚洲再平衡 他还补充说奥巴马总统在访问亚洲时应该明确表示 谁是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和朋友 谁是亚洲的麻烦制造者 谁是潜在的问题制造者 去年10月 奥巴马总统因为美国债务上限问题导致的联邦政府关门 取消了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东亚峰会的行程 这令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失望 并令外界质疑美国致力于亚洲再平衡战略的能力 越南驻美国大使阮国强说 奥巴马总统4月份的访问非常的重要 第一这显示了美国继续致力于亚太平衡战略 第二这显示美国继续致力于亚洲的盟友和伙伴 第三显示了美国继续致力于区域框架 我认为美国在亚洲的架构和机构建立方面 比如亚太经合组织 东亚峰会 以及东南亚国家组织等等非常重要 当然美国在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新加坡驻美国大使阿肖克·米尔普利说 过去五六十年 美国一直是亚洲和平与稳定的维护力量 如果我们往前追溯三十年 四十年 五十年 不论是东南亚还是东北亚的兴起 基本上都是在美国提供的保护伞下进行的 我想这也是亚太地区在未来希望看到的 美国制定了游戏的规则 然后美国继续是区域外最成功的常驻力量 我想这是这个地区国家希望看到的 中国的经济崛起支撑了亚洲各国的经济增长 亚洲国家的大使同时表示 他们希望与中国建立友好的关系 新加坡大使米尔普利说 东南亚的小国家希望与中国和美国都保持友好关系 我来说说东南亚国家的看法吧 新加坡和整个区域都有关系 对整个区域来说 对我们最合适的实际上是大国之间平静相处 美国与中国 中国与日本 日本与韩国等等 这才是对东南亚国家合适的 对东南亚国家来说 安全问题也在议程上 但是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 十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美国一直是东南亚很多国家的投资者 作为新兴的经济体 中国将东南亚联合在一起 他说东南亚国家更希望提供一个平台 让这些大国保持接触 他说美中关系是亚洲国家如何与这两个大国相处的关键 因为中国所称的钓鱼岛 日本所称的间隔列岛 以及去年年底 中国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 中日关系降到了低点 日本大使佐佐江贤一郎称 中日两国有历史问题 但也有友好相处的历史 他希望中日两国能够加强交流 而美国可以促成这个交流的发生 我真心希望今年我们可以与中国进行非常有建设性的对话 尽管这不太容易 但是如果你看看两国对话的历史总是有起伏的 我在担任副外相的时候 我们也经历过困难 但是在困难的时候 我们都会努力努力推动对话 我想这是我们现在需要的 中国与越南在南中国海地区也有领土纷争 越南大使阮国强说 我想区域所有国家都希望与中国保持友好的关系 中国在这个地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越南与中国接壤 中国是越南的大邻居 我们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他承认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 他希望所有国家能够尊重国际法 尊重现行的制度和准则 通过协商冷静解决问题 新加坡大使表示 虽然新加坡对南中国海地区并不宣布拥有主权 但是新加坡认为拥有自由航海权非常重要 他希望南中国海各方可以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 三国大使还对俄罗斯在亚洲日渐增加的角色表示欢迎 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二次上任之后 俄罗斯调整了亚洲战略 希望更多地介入亚洲事务 VOA卫视斯阳任宇阳华盛顿报道